疫情的关系 然后原物料上涨 成本的这些关系 希望能够同意一瓶加价3万 他们才愿意交屋 吴先生买的房子 就是位在成功一路上 这栋15层楼高的大楼 两年前预售时19平多的两房 买496万 陆续付了签约金完工款 贷收款前后缴了120万元 就在准备交屋的时候 建商却说要加价 你不能因为说 今天成本上涨之后 就把这些成本转价 给我们消费者 如果今天成本下降的话 它会降价吗 我们只是想要 按照我们原本的合约价钱 购买房子而已 人本496万 每瓶如果加价3万 房价变成550万 吴先生当然不可能接受 而跟他遇到同样状况的 还有近20多名的住户 联合指控建商说要协商 实际上根本没得商量 只有加价或解约 两条路可选 我目前还在跟他们沟通当中 坦白讲我们今天公司 展现最大的诚意 开开买卖合约书 第26条 如果买方决定解约 卖方除了将买方 依缴至房地价款退还 同时应赔偿 房地总价款15%的违约金 但赔偿金额超过依缴价款者 则依缴价款为限 不过消费者 根本不想加价和解约 只希望建商能够 以原本的合约来履行 因为违约的是建商 所以这个选择权就在买方 买方他可以选择说 好那我就解约 那我要你退两倍的定金 或者是依照相关的契约去请求 损害赔偿或违约金 那如果买方选择 那我要请求你建商继续履约 我觉得这边要尊重买方的权益 跟选择 买卖双方目前还在协商中 尚未达到共识 最后破局也只能走上司法协调 东森新闻蔡双全王孟婷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我们的世界总让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们的新闻 带给您耳目一新 随着世界局势的紧张 也让通膨压力更加扩大 能源以及粮食危机 已经冲击到了亚洲金融 极端信号比想象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吗 关注及跟上陈吟的脚步 抵达不其而喻的国度 从容 亲力 您最完美的选择 东森世界日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